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点 儿子与武则天之间有权力冲突 按老祖宗留下的皇位继承的规矩来 在高宗理智去世后 武则天的几个儿子就是大唐江山的合法继承人 而武则天可是不是一般的人呢 他的野心可大 对权力有着超强的欲望 他可不甘心做个安心晚年的太后 他想要的是整个大唐江山 这也就注定了他和儿子之间在政治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想参与争夺江山的游戏 儿子就是他争夺权力的最大竞争者 也是最大的阻碍 所以说并不是武则天对儿子比对女儿残忍 而是圣在帝王家在权力面前 其亲情太微不足道了 好了 本期的自得说历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再见 喜欢就关注